Hello,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明天就要去新疆了 然后刚才在收拾行李,我突然想到 之前给大家做的一些测试 还没有给大家公布结果 今天呢,我把之前欠大家的一些 测试的产品给大家发一下 我最终确定的,包括厨师产品 然后像那个安全裤啊 还有就是夏天的一些好用物吧 比如说洗完衣服怎么去身上的这些汗味 那如果说你需要这些东西的话 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 那就先说这个安全裤啊 看我今年为了测试买了多少条 这里边有15款,而且还不是全部 有一些就拿工作室给工厂退回去了 从这个面料手感上来讲 我会筛掉一皮 然后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安全裤卷边的问题 这里边有的面料确实是真的穿着非常舒服的 但是一再蹲下或者是坐下的时候 这个裤子卷边会非常严重 卷起来边子到这个大腿根的位置 就没有任何安全裤的意义了 而且就勒得大腿根特别不舒服 就最后找到了这一条 算是我比较满意的了 那这一条就满足了我所有上述说的这个要求 第一个是面料一定要舒适 看它这个面料柔软度 这个不是那种厚料子啊 它是这种很薄很透气的 你看就穿起来是非常舒适透气的 不会夏天穿着热 而且里边的这个做工 它是这种双骨杂线的 就比较结实的那种 然后裤部的位置它也有内衬 这个内衬呢 它是加入相残丝的透气性也会特别好 当然最重要的一条 这是我唯一穿着不卷边的一条安全裤 就它底下是这种宽边蕾丝的设计 因为边特别的宽 而且这个蕾丝弹性很大 再加上它料子比较薄 它就不容易卷起来 腿粗的朋友 我建议大家可以拍大一码的 虽然说这个弹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说这个安全裤呢 还是选大不选小 因为腿如果说过紧 它撑得特别紧 还是会增加卷边的这个几率 今天我们直接就给大家做开团了 也是工厂端直接出货 一条只有49块钱 两条今天给大家开团价就再减时 这个如果大家穿深色衣服的时候 去入一条黑的 穿白色衣服的时候就穿这个米色的 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条冰丝的 这条女性内裤 大家都穿过吧 是不是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很多朋友在穿过这条内裤之后 就说有没有男士的 男士家里边老公也想穿 然后我去跟工厂找了一下 有一条也是冰丝材质的 它的手感面料柔软度 还有这种凉凉的感觉 跟女士都是一样的 而且弹性也一样是 就特别大的这种 穿着非常舒适 但是有一点啊 它没有女士的那么薄透 就你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它这个男士不能像女士 做的这么透的 要不然穿起来会非常的猥琐 它这个厚度就会稍微加厚一点 但是不影响舒适度啊 里边内装的这块布 它是纯棉多孔的 就稀罕性特别好 而且它也透气 男士的冰丝内裤 之前我们群里边有提前开团了 买过的朋友你们也可以 让老公反馈一下 它的舒适度 反正野哥穿过之后 把之前他所有的内裤 都给抛弃了 这个内裤也是我们开团价 只有79块钱 三条装 走之前就得一定做好 家里边防潮的工作 南方的朋友对这个 肯定是不陌生的 它就是通过 这个后边的渗水膜 然后吸附到这个球里 变成水之后 流到下面袋子里 我也用过好多牌子 像这个 这边渗水之后 就渗到这边 就会把这个球变成泥 把这个口堵住了 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个袋子就不太好使用了 用了几个之后 发琐拉这个 我觉得表现是比较稳的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我用的都是这个 然后如果说衣柜里边 没有那个横杠的 是抽屉的 你可以用这种 就是这个 它也是上面有 这个吸水球 然后吸完之后 就底下变成一盒水了 这两盒是我刚刚用完的 这两个已经给大家做 开团上架了 南方的朋友 可以这次囤一点 其实衣柜里边的潮气 都是来自于房间里的 你如果房间的厨师 做好的话 衣柜就用这种东西 会省一些 屋子里面的潮气 这个梅雨季 我入了三台厨师机 但是很抱歉 我没有给大家找到会员 就是分享一下感受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你们货比三家 去别的地方买 这是我入的最小一台 因为功率比较小 就厨师速度比较慢 所以就比较适合于 房间比较小 然后湿度不是特别大的房间 如果就是杭州这种天气 梅雨季的时候 这是完全不够用的 第二台入的是这台德叶的 这个德叶的 它的厨师效果 确实要比这个强很多 但是呢 它的这个水箱 其实并不是很大 你看 就是这样薄的一盒 湿度八十九十的时候 15平米 大概开个半天 这个就满了 所以它也就适用于 比较小的房间 15平左右 然后再有就是打开之后 它的噪音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台我入了一个普利市 价格是2000多块钱 你们看一下这个大小 是非常大的 而且特别的沉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于 就是大面积 大概在60平以上的空间 去用了 大客厅去用 然后它的水箱 就相对要大很多了 这个是它的水箱 基本上如果特别潮的情况下 一天可以满一箱吧 风力也是非常的大 就是同样也是有风噪的 那它这个风是可以轰干衣服的 相对除湿素都会快很多 我也问过了很多家里 有除湿剂的朋友 只要是用这种大型的 它都会有一些风噪的 所以这个是避免不了的问题 那大家使用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配合空调 一起使用的 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子 它会随着温度越高 含水量也会越高 就比如说在30度的时候 它能达到80%的这个含水量 但是它温度在20的时候 它自己含水量就会降下来 所以你空调开的温度低一点 它的湿度也会下来 下面把衣服都洗了 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就完成了 夏天出汗量特别大 就衣服特别容易臭 尤其是男士啊 就是它出了汗之后 那汗一干 那身上整个就变馊了 给我们推荐一个香香猪 这个其实我去年 有跟你们分享过 这是护衣流香猪 就洗完之后 能让衣服香香的 出了汗之后 那个衣服依然还是香香的 六架衣服的话 大概是一瓶盖 这个猪它除了有流香的作用 然后它本身也有是柔顺的作用 就如果放这个的话 就不用放柔顺剂了 我自己就很喜欢用开这个果香味 这个味道它也是跟香水一样 分浅调中调和尾调的 这个浅调是青草 桃子椰子 中调是茉莉 枝子百合 后调是弹香的 这种男士也很适合用 好了 洗上这个衣服 我现在我跟野哥出去一趟 我们去钓鱼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然后明天我们就新疆见 有点 所有的 我们就在钓鱼 很容易 我们就在钓鱼 你们就在钓鷺 但是 你们就在钓鱼 就是钓鑼 看 我们就在钓铼 我们就在钓铼 感谢观看